叡神大人在上 要得大难不死 全都倚仗 妖神大人在上 妖神大人的指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了 我们期待百年的那一刻 很快就要到来了 罗珍师 你现在总可以跟我说实话了吧 秦川就是帝女 她要点燃灵灯 对吗 你知道吗 天元国和离国议和之前 我和帝女就有关于 那一年 我才十二岁 兜兜转转 居然是她 可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她居然又死了 她那天告诉我 她要以灵机灯 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的表情 就像一个出行很久的人 要回家了一样 甚至还带着笑 她还笑着 我甚至问过她 如果灵灯节气的人 换成是我行不行 不过我了解她 她不会断了这个念想 因为那是她的理想 因为那是她的理想 一个人的理想 竟然是一身殉国 想当初她在香雪山上 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干活 一个小女孩 生命还要那么长的时间 如果不让她殉国的话 她甚至 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活着 她每天这样开心地笑着 每天就离死尽一半 还没有生命 我才选择了 我还没有赶你 就像在香雪山上 你也会在香雪山上 你也不会爱上她 我 你还挂念她 对吗 我啊 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我 我 我现在心里 唯一挂念的人 只有玄珠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大概也明白你的心意了 你跟玄珠姑娘 就是一个鱼缸里面的两条鱼 香如以沫 鱼水之欢 二皇子殿下 您学过程语吗 我的意思是啊 男人就应该主动一点 不要老让玄珠姑娘 猜你的心思 你不着急 我都为你着急 玄珠姑娘 玄珠公主 有些变故 那日祭天大殿 是我冲动了 不知子民们 没事的 公主 不要介怀 子民们一切都好 对了 子晨有要事要与我商议 老臣就不叨扰了 无事 可否与您一起 公主 请 请 公主殿下为了复兴大礼 为身香取山做杂矣 夺取灵灯 朱砂假扮与我的妖物 与立渊 如今 又以自呛的方式 与妖王决斗 牺牲得太多了 公主殿下负责身后 又取得香取山仙人的庇佑 会没事的 那公主殿下 什么时候能回香取山呀 大礼子民巧守期盼 等着他的归来呀 如今我老了 我只能带领大家一时 等黎民们真正发现群龙巫首 那必定会民风萎靡的 他一心想斩杀国师 如今大病出狱 肯定不会再回到香取山的 相国大人或许 我可以代替帝女 暂时安定黎民 玄珠公主 您寒症在身 依老臣之见 您还是早些把病养好 紫辰 你说得对 那妖王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 这个时候 绝不能让公主殿下为香取山分忧 这公主殿下的安全保障怎么样 那南蛮妖王可是有百年的功力呀 连仙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父亲 这这 国难当头 老夫也是一时情急 这 公主殿下 牺牲得太多了 我甚至问过她 如果灵灯节气的人 换成是我行不行 你们搞错了 她才不是帝女呢 一个藩国的公主而已 大骊子民们 翘首期盼 等着她的归来呀 但是我了解她呀 又是帝女 那我是什么 之前的那些日子又算什么 大骊国都灭了 还分什么藩国公主吗 只要有帝女子 我什么都不是 够了 公主 公主 以后不要再叫我公主 来 谢谢 谢谢 姐姐来三张醋油饼 把钱给那个叔叔吧 来 宝宝 小心烫啊 放这儿 小心烫 呼一下这样 呼一下 慢点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小心点啊 叔叔 怎么了 大侄子 你说我们这个样子 别人会不会觉得 咱俩是夫妻啊 我听你这意思 你还挺想别人误会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别人叫我一身老板 就得叫你一身老板娘 是 相公啊 我们今天挣了二十文呢 不要哭 把我扔得好 你 小心 让我扔得好 你 此外 我扔了